嗨,大家好 我现在正式宣布 Berry及Semico地区 2022华人虎年春节联欢云聚会 正式开始 我是节目主持人 我叫廖文 非常荣幸能为大家主持 今年的春节联欢云聚会 也感谢协会给我这次成长的机会 今天是2022年2月12号 也是我们的年12 俗话说在食物里头都是年 所以在这里呢 我首先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我想祝的就是 在这个COVID-19 Delta Omicron 新的变种病毒 不断推陈出新的日子里 我愿你 骨质里有倔强 信念里有坚强 灵魂上有高度 因为人只有这样 才能无论在历尽和顺尽当中 都能得胜有余 还站立地稳 并且保持内心的平安和喜乐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 Barry华人协会会长 Alan 率领我们的全体理事 为大家新春致辞 掌声 掌声有请 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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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爱情 爱是了 新春快乐 五年大吉 Alan在这里祝大家 五年如虎天意 五虎身为 要当祝您在新的一年 事业正当务 身体壮如虎 金钱不胜数 干活不辛苦 感恩又一年 Maggie祝您 岁岁平安吉星照 年年福寿又安康 县委在这里祝三日的朋友们 台元滚滚 吉星高照 同运当头 祝大家幸福围绕 健康相伴 一生平安 万事顺心 听到要您 年年圆满如意 月月四四顺心 日日喜悦无忧 剩下一年的疲惫 收起一年的劳累 把酒杯珍满 让快乐脆脏 酒的醇香在空气中倒漾 让我的祝福和感激 在杯里慢慢沉淀 祝福 各位幸福美满 健康快乐 张晓凡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您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快乐加倍 幸福加倍 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您祝您在新的一年 所有的希望都如愿 所有的梦想都实现 所愿皆成 这场画家 黄一鸣老师 祝Berry的邻居们 所有的期待都能出现 所有的付出都能兑现 为万物生 风暖踏新城 愿春风吹暖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客亲给大家拜年了 Marcus祝福大家春风得意 虎虎生威 世事如意 幸福安康 赵文在这里祝Berry的父老乡亲们 新年快乐 接下来有请欣赏 巴黎户外群为大家提供的 Berry户外 2022年挂历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里我们特指对她表示感谢 谢谢金梅 那接下来呢 我要为大家带来的节目 就是在Barry小镇的萌娃们 她们是怎样在这个冰雪的世界里度过冬天 她们对自己的祖国又是怎样的看待的 以及她们的日常 接下来呢 我们有请影片滑雪 大家好 我叫Carol 中文名杨阳 今年十岁 这是我的弟弟Jaden 大家好 我叫Jaden 我住在加拿大的小镇Barry 我们这里是著名的滑雪圣地 所以每到冬季 很多人都会驾车前来 享受冬季的乐趣 冬天的时候 我家对面的小山坡 变成了天然的滑冰场和滑雪场 期盼已久的2022北京冬奥会快要来到了 还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套玩具 是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服务玩 我被他们活不可爱的样子吸引了 而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吉祥物是冰敦敦和雪茸茸 其中的冰敦敦居然又是熊猫 一听到这两个名字就可以想象出两个胖乎乎的小可爱 冰敦敦穿着用冰雪制造的太空服 雪种种 好像一个圆滚滚的灯笼 它们后面是个冰雪世界 真希望疫情可以快点过去 可以回到祖国 回到北京 我对北京既熟悉又陌生 陌生是因为没有去过 熟悉是因为主在语文书上 它让天安门长城 自从看到了这个冬奥会的吉祥物 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参加奥运会 于是我和弟弟开闭了一个小训练场 那就是我家对面的小山坡 我像冰敦敦 弟弟自然就成了雪茸茸 我把弟弟放在雪花雪板上 甚至山坡一下子就把它吹下去 弟弟的笑声围战在空中 看我写得怎么样 2022我们的祖国北京世界冬奥会 我们所有身躯海外的冰冻冻和雪茸茸 都在为你摇旗纳好 我们加油 这本集就会有完美了 洲国 재�又来 珍语 ítulo1 和 económ着衣们 幸运 小小姐 udi Tem I do all in love I see the stars of the moon I can't be loved I'll be too so disillusioned I see the sta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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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也感谢所有参赛的选手们 谢谢你们的参与 好 请联系火龙果去领取你们的奖品 大家人人人都有讲 谢谢 父老书 父老乡亲们 过年好 我是八号选手一简梅 在这新春佳节之际 我祝愿大家 新春快乐 幸福安康 吉祥如意 接下来我把一首歌 今夜无眠献给大家 希望能给每个人带来快乐 谢谢 今夜无眠 今夜无眠 但欢乐穿越 时日枯 记当好情无奸 来吧亲爱的朋友 来吧亲爱的伙伴 让我们微笑月 举备主用 无片片 缘也无边 爱在天上人间 昨年面 星夜又月 美在梦想之间 现象连 风雨并肩 未来不再遥远 幸福先 祝福永远 幸福随随年年 今夜又月 今夜又月 当梦想晚起明天 拥抱生活的灿烂 来吧 亲爱的朋友 来吧 亲爱的伙伴 让我们为相约 举杯祝福愿 无片片 缘也无边 爱在天上人间 昨天面 星夜又月 美在梦想之间 先象连 风雨并肩 未来不再遥远 幸福先 祝福永远 幸福随随年年 今夜 今夜又月 今夜无边 今夜欢乐无限 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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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梨花满天 我们的K歌比赛的结果公布完了 我们的K歌冠名赞助商 也是我们的特级赞助商呢 我们在这里就要特别的感谢一下 她呢 就是明明牙医诊所 这位女士呢 我真的是对她印象是非常的深刻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在Zoom上面学舞蹈 她是我唯一一个坚持到最后的学生 那我们呢 为大家也献上了一个舞蹈 花样年华 那有请大家在里面去找找明明 她美丽的 妙漫的舞之 那掌声有请 花样年华 有请大家收看 搁我一颗笑容 期待一陣春风 你就刚刚好经过 突然眼神交错 目光只要闪烁 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梦 你心愿承受 别奢望闪躲 怕是谁的背影 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 让我想你无情 每一场欲望都 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 让这一刻暂停 都怪这花样面 都怪我太刺激 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那个时候 我有一张船票 你会不会跟我走 如果那个时候 还有一张船票 你愿意带我走吗 让我狠狠想你 让我狠狠想你 让我想你无情 你一场欲望都 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 让这一刻暂停 都怪这花样年华最美丽 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 都怪这花样年华太美丽 好 欣赏完了美丽的花样年华以后呢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 两位在Berry的牛人 他们留到什么程度呢 我就跟大家练一下 他们的头衔大家就知道了 第一位呢 是我们的当代书画名家 当代书画名家 王世勇先生 他是加拿大皇家美术学院的院长 教授 还是加拿大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名誉主席 那从他的水墨丹青当中呢 大家可见他的心态 气质 胸襟 学养全都融会到他的画作里面了 他也为大家 奉上了新年的祝贺 亲爱的朋友 同学 家人们 2022年春节就要到了 让我们踏过时间的门槛 走向新年的怀抱 迎接崭新的一年 不管我们 不管我们相隔天涯还是海角 我在多伦多为远方的您 把节日的问候 装进微信里 读出来的都是浓浓的情意 并向您拜年 祝您 祝您 何家欢乐 虎年吉祥 身体健康 事业顺畅 生活 蒸蒸日上 让幸福 年年 年年伴随着您 让健康 永远 陪伴着您 过年好 虎年吉祥 优优独播剧场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位画家呢 是加拿大国际水产艺术交流学会会长 也是北方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 研究生导师 王延明先生 他写夫人沈吟 王延明沈吟 抗力 为大家也献上了新春的祝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水产画家 王延明 在巴瑞华人协会举办的五年春节联欢晚会这个平台 我与我太太 我与我太太共同展示了几幅水产画作品 为居住在巴瑞的所有华人带来新春的祝福 本人写生与则 本人写生与创作的这些作品 都取材以巴瑞这个美丽的城市与周边地区 借此新春家节之旅 感谢华人协会 给予我们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和沟通的平台 祝巴瑞的华人林女们 新春大吉 万事如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代的书画名家 为大家带来的这个画作欣赏 而且呢 他们俩真的是在微信群里面 我看见他们的互动是互相的欣赏 互相的肯定 完全不像我以为的那种文人相亲的感觉 所以呢 我对他们的胸襟和气度也是非常的景仰 并且呢 巴瑞因为有着这样的画家的这样的入住 我们瞬间就觉得 巴瑞这个小镇充满了文化的气息和艺术的氛围 好 感谢两位名家给我们带来的画作欣赏 接下来呢 我们为大家献上的就是 园艺群为大家带来的诗艺花园 就是如诗艺般意境的花园 掌声有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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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演者Lisa 水 草原的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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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美女眼中的世界 水彩世界 水 草原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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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这次我们春节收到的唯一一幅字画 这位呢是刘雨昔的《陋世民》 我就课串一下 给大家朗诵一下 山不再高 有仙则名 水不再深 有龙则林 诗事漏事 唯武得心 台横上阶绿 草舍入莲青 谈笑有红如 往来无白丁 可以调树情 月晶晶 无诗竹之乱耳 无暗堵之劳行 蓝阳诸葛卢 西俗紫云亭 孔紫云 何漏之友 感谢韩瑞忠先生 张安林在他的文集里面 曾经说过他生平有三恨 一恨几余多次 二恨海棠无香 三恨红楼未完 我在想如果他生活在我们的世代 他一定会多遗恨 四恨病毒何时能肃清 其实人类在面临这样子 全世界范围的灾难 疫情 瘟疫 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而且也有很多的预言书 都指出说 人类在这样的时刻 要趋吉避凶 唯一的方法就是寻求真道 回归爱 那爱究竟是什么呢 我相信不同的人 对爱有不同的理解 我在很多的访谈节目里面 也听到很多的嘉宾 会谈到爱 可是很多时候 谈到这里就止住了 因为爱究竟是什么 好像真的没有很多人 能回答得很 切切实实 那么我们从一本古老的书里面 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爱的真谛 请欣赏 爱的真谛 爱是很多人 可以拥有游子 爱是不几乎 爱是不自我 不管将防智 不照 haircut 不照修一身 不修自己的依主 不情 v tools 不济 humanities 不讽算仍然尽快乐 不偽算仍然尽快乐 不及许算仍然 Rhodes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傍慮 凡是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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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永不知心 爱是很久 忍耐永远远随 爱是不忌妒 爱是柔的 好好不张狂 不足来修一世 不见自己的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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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傍慮 凡是忍耐 凡是要 云�an人类 爱是不纪录 爱是永不知心 我不问自己的依存 爱是一位太习得 免得不赖 Cop的依存 妳的依存 第一点 太乳了 生不再怀 savoir interviewed 名 pharmaci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是永不知心 爱是永不知心 Berry 2022年春节联欢云聚会到此正式结束 感谢所有贡献节目给我们的朋友们 也感谢所有台前午后心情不出的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一起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再见 拜拜 拜拜 不好意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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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你